公元184年,黄金启事,寻日之间天下响应,为求平定地结党境,境遣精英如道交兵。 可是,短短几个月后,黄金军主力几乎被消灭殆尽,张角三兄弟先后下线。 演艺小说中对这一过程的叙述,是刘关璋这样的英雄豪杰加入了政府军,方才大破黄金。 但,历史果真如此简单吗?究竟是什么原因让黄金军悬起悬灭,而在平定黄金的作战中,到底谁才是最大的赢家呢? 如果你不想只做个小说家言的拍手观众,如果你也想对历史有更深入的了解,就请睁大眼睛看下去吧。 从2月开始,黄金军迅速崛起势力大幅扩张,数月间近达百万。 如果你要看当时的华夏大帝会发现他们分成三个主要战场, 一是冀州地区,张角兄弟主力就聚集于此,擒拿了纷纷在当地的安兵王刘旭和甘陵王刘中。 二是南阳地区,以黄金军神上使张曼城为核心,他们职攻冤城杀死了南阳太守。 三是尹川汝南地区,以徐帅波才彭托等人为主。 他们先后战胜了汝南太守,占领尹川郡大部地区,还一度挫败了前来进攻的右中郎将朱骏, 甚至将赶来支援的黄甫松包围在长社城内。 一时间冀州、衍州、御州、荆州集体变化。 出场级巅峰,让黄金军忽略了一个关键问题。 三大战场看似连成一片也都如火如荼, 但作为整体的黄金军缺乏进一步的战略规划, 三支主力各自为阵, 一旦汉军集中兵力中路突破,就有可能将黄金势力范围撕裂开。 黄甫松和朱骏显然就像这么做, 但兵力相差悬殊被一大波黄金军困入古城。 面对如此局势,惊师震动,皇帝赶忙派出增援。 率领这支援军的将领此时看起来平平无奇, 可能谁都不会相信这个被称为曹操曹梦格的小小齐都尉, 将在三十年后治理着整个华北。 远水不解尽客,摆在黄甫松面前的最大问题是如何破局? 敌众我寡,军中开始恐慌,若再不行动将不战自愧。 他发现,黄金军虽人多,但不按兵法, 其依草结营亦为烽火,若阴夜纵烧,必大惊乱。 这一夜,吹动哈莫历史的第一场大风呼啸而过, 黄甫松挥下进足燃草纵火, 当波才发现长设城门大开, 城中的守军和一路极致的曹操连美杀来, 为时已晚,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了起的烈焰 崩毁了迎债中路大军不断溃败, 最终陨落于洋斩。 中路被迫,南洋战局也急转直下, 张曼城这三月攻占渊城后, 一步扩大势力范围,二步连接其他战场, 就这么干耗了一百多天, 眼瞅着新任的南洋太守琴邪集结兵力杀来, 张曼城抵抗失败被杀, 其余部人数不少依然坚守渊城, 当朱骏携盛世遗失南洋与琴邪会师后, 战局继续向汉军倾斜, 虽然其人数仍不比皇军, 但正规军在战术能力上明显更胜一筹, 朱骏令部下先张维杰磊, 其土山以灵城内, 在结束土木作业后, 汉军大张旗鼓地向渊城西南方向进攻, 黄金主力自然紧张赶忙向西南集结赎料, 这只是阳攻, 朱骏自将金族五千掩齐东北趁城而入, 当黄金军意识到自己被绕后偷家为时已晚, 只好退守内城派人请乡, 琴邪见状打算受降被朱骏拒绝, 在他看来, 黄金军力则进阵, 顿则启降, 纵敌掌扣非良机也, 更何况自己先前因进攻受阻, 朝中已有人弹劾, 若不是司空张温上书保护, 没准就和卢职一样凉了, 现在又怎能大辣辣的受降呢, 于是率军大取功成, 黄金于不见状只好拼死一搏, 连续击退多次冲锋, 这时候就又看出战术的重要性了, 为卸下黄金誓死抵抗的锐气, 朱骏决定先撤开一部分包围, 引城中兵力出来, 只要他们往外一逃奇异自散, 果不其然, 当包围松动, 城中黄金一个劲的往外逃, 磨刀祸祸的朱骏挤尸杀来, 黄金头目发现重计为十一万, 被追往主北数十里斩首万遇袭, 南洋主力基本溃散。 那么, 由张角兄弟亲自统领的冀州主力又如何呢? 他们在攻占广宗取阳后分兵驻守护城鸡角之时, 6月, 楼支奉命迟节和起于关西的东中狼将董卓一起, 率领帝国北军五鹰将士以及西木的士兵直奔冀州, 交战之初, 他以锐不可挡之势连战连胜斩获万余人, 迫使张角退回广宗。 汉军一举将之包围, 随后以土木作业的方式诸为凿欠造作云梯, 可就在大军攻城之前, 贤卢支动作太慢的皇帝派宦官左锋来视察。 东汉以来, 儒门与宦官的矛盾不断, 左锋此番携皇命而来, 如果找茬自然会对平乱不利, 有人就劝卢职要么花点钱买通下左锋, 当官嘛, 不寒沉。 但卢职师出名门此时也已是一代大儒, 如若屈翼阿妇岂不是人设崩塌, 自毁根基以后还怎么混, 当下断然拒绝。 左锋闻讯, 回京禀报说, 陛下, 这广宗城一破, 就是卢中郎坚守迎雷止步不前, 您看…… 皇帝刘虹大怒下诏用囚车将卢职压解回京, 判处重刑, 改命董卓继续讨伐张角, 输了大败亏数。 可此时, 将近一年的征战, 让善用拂水治病的张角也染兵去世, 由弟弟张良担任统帅对阵汉军, 这支哀兵精永备调来的皇甫松也连功不克, 硬的不行, 那就再用计策。 他必营修士以观其变, 黄金军误以为汉军疲乏无力进攻, 渐渐放松了戒备, 眼见时机已到, 黄甫松一如五个月前那样, 再次利用夜色突然发起了袭击, 城中黄金仓促应战为时已晚, 失忆黄金被斩杀三万多人, 更有大量残佈在逃跑途中投河而辞, 失去了鸡脚之士取杨孤木南枝, 黄甫松携圣兵杀来, 张氏兄弟中的最后一位张宝在战斗中被杀, 实作俑者张角虽病亡, 仍被法官断头致辞, 公元184年启事的黄金主力被基本击溃, 声势浩大的行动持续了不到十个月, 各位还记得我们在前两期提出的两个关键词吗? 如果记得请把它打在宫廷上, 对, 基层治理和神圣价值, 有早期道教衍生的黄金起义乍看之下, 好像这两样都有了, 可它怎么就黄得那么快呢? 回看乳影, 南洋, 冀州三大战场会发现原因有三, 一, 缺乏默契的协同能力, 他们各自为政, 让汉军可以各个击破, 二, 缺乏基本的战术能力, 打仗纯靠人多平A, 汉军用纵火, 诱敌, 夜袭等基本操作就可以以少甚多, 而黄金的反应总是为时已晚, 三, 缺乏延续的活动能力, 张角死后各地拥有黄金可要么向传销, 要么干脆是流寇, 无法掀起全国浪潮, 而这三种能力的缺失, 本质上又都是一回事, 这就引出了汉末风云系列第三个, 也是最后一个关键词, 组织效能, 黄金背后的道教思想虽历史百年, 在上构建了一套新的神圣价值, 在下也能于基层治理中取得成效, 可其中层力量严重缺失, 打起仗来没有共同的计划, 没有专门的文武人才, 没有可持续的发展动力, 最终结果是在儒家经营数百年成建制的帝国面前, 玄起玄灭, 那么说, 东汉帝国就是这场战争的最大赢家吗? 答案也是否定的, 随着战时权力下放, 帝国的中层组织渐渐脱离了皇帝的管理, 一个例证是各州长官的设置, 早在汉武帝时, 为避免地方作大, 刘彻设13监察区, 这些监察的官员叫做刺史至610, 但其监察范围包括至210的太守, 小大相智, 本有利于平衡管理, 可到了东汉末年刀兵四起, 出身宗室的刘烟, 也就是后来一周刘彰他爹, 就以刺史品质较低, 无以服众, 可能折增暴乱为由, 造成改刺史为周牧扩大地方长官的权限, 此后随着征兵平乱管理的任务加重, 权力下放和监管失衡就在所难免, 这让盘踞各地的豪门, 能进一步将触手延伸终至攫取地方大权, 也只有他们才能在挺过巨大的冲击后, 有望成为下一个时代的弄潮儿, 当然, 皇帝刘弘本人可能对此并无感触, 反而对平定了黄金大感满意, 又一次大赦天下, 又一次改元选字中平, 遗憾的是, 孕育黄金的大环境依旧调堂, 中平二年正月大义, 四月雨薄, 七月三府之地蝗灾, 十一月险碑扣幽病二周, 中平三年三月江夏兵变琴邪被杀, 十月武林蛮判十二月险碑扣幽病二周, 中平四年二月形阳明乱, 十月零零暴乱, 十二月西汉时归附的匈奴修徒部叛乱, 中平五年六月水灾, 覆盖七个郡国九月南禅渝叛十一月八郡满叛, 至中平六年皇帝刘洪驾崩, 东汉的末世景象愈发起零, 六年前平定黄金主力仿佛掏空了帝国的身子, 让他也越来越不行了, 189年年仅十四岁的小皇帝刘汴继位, 而身为外戚的大将军何靖, 为清除刘洪留下的时长氏, 选择了与出身汝南原氏的太父原委合作, 如果屏幕前的各位看过第一期, 会发现这与168年刘洪即位时的场景极其相似, 灵帝一朝的二十一年光阴仿佛是一个圈, 兜兜转转又回到了最初的起点, 唯一的不同是, 比之当年华夏大地上的悲剧性色彩更加浓厚, 渴望登顶逆天改命的道教首领兵败允命, 揭竿而起以求升级的各州百姓惶惶不宁, 下放权力已定黄建东汉王朝国座殆尽, 仿佛是时代的泥泞让所有人都用力争命, 可越是争敬就越是沉沦, 越想着见您招您西平中平, 就越是不忠不平, 不息, 不宁。 嗯?